这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7题第10题 它这个x呢 趋向于负无限大 那这个是根号x平方 加x呢再加x 那我们先来判断一下这个形态 这个x平方呢 x趋向于负无限大 平方以后趋向于正无限大 那因为平方扩充的速度 会比这个要快的多 所以呢 我们前面这个开根号以后 它是正无限大 那这个x呢它是趋向于负无限大 所以它是无限大减无限大 这种不定型的形态 那因此呢需要特殊的处理 那这处理方法呢 跟刚才那个习题呢是差不多的 就是呢我们在分子分母 同时乘上这个 根号然后减掉x 那它这边是加x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 同时给它乘上这个根号 这个s平方加x 然后减掉x 我们同时乘上这一个 好那这样一乘了之后呢 整个这个分母 我们先把它抄下来 整个这个分母呢 它就是呢 s平方加x 减掉x 那分子的部分呢 它就是a加b a-b 好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变成a平方 a是这个根号 所以a平方呢 就剩下根号里面这个 的a平方 然后减掉呢 这个b好 b是x b平方就变成s平方 那所以呢 这个做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个x平方 s平方就消掉了 那因此呢 整个这个式子 这个分子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 剩下x了 剩下x了 那分母呢 变成根号 s平方 加x 再减x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判断一下 这个形态 这个分子呢 取向于负无限大 那分母呢 前面这个是无限大 那减x呢 变成无限大 所以分母呢 它也是取向于无限大 那无限大分之无限大呢 这个 还是不定型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要再来处理 那怎么样处理呢 就是呢 我们现在呢 从这个 分母 给它提一个 x的公音式出来 那怎么样提呢 就是 我们在这个根号里面 把它提一个x平方出来 那原本它这边是x平方 你提出来之后 它剩1 那原本呢 那这边是x哦 你提一个 一个x平方到前面去呢 它就变成x分之1 那同学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呢 你再把它乘进去 这个乘进去呢 就是上面这个x平方 那这个你给它乘到第二项去 它就变成这个 x平方乘x分之1 就变成上面这个x 所以呢 把这个x平方提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得到呢 这样子的一个式子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x呢 开根号出来 好 把x开根号出来 那这其他的呢 都不动 那开根号 这个x开根号出来的时候呢 要非常小心谨慎 为什么 因为 现在这个x呢 它是趋向于负无限大 它是负的 所以呢 当这个x呢 小于0的时候啊 好 当x小于0的时候呢 嗯 这个 根号x平方 好 根号x平方 从根号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负x 好 它会负x 因为x是负的 负负才会得正 好 负负这个才会得正 所以呢 这个x平方 从这个根号跑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负x 它会变成负x 然后里面呢 剩下来的就是这个 根号1加上 x分之1 就剩下来这一个 好 那剩下来这个啊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分子分母呢 通通每一项都有x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x呢 把它削掉了 我们先把这个 开根号出来的这个x呢 把它提出来 把它提出来 那提出来以后呢 这个就变成x 乘以负的 这个根号1 加上 这个x分之1 然后再减1 这分母提一个x出来 那跟分子这个x呢 我们先把它削掉 把它削掉 那削掉以后呢 整个这个极限 变成 我们要处理这个式子了 就是当x 去乘以负无限大的时候呢 分子是1 分母是负的 根号 这个1 加上 这个x分之1 再减1 再减1 我们得到一个像这样的式子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分子是常数了 然后我们先把x呢 趋向于负无限大 趋向于负无限大 那 这一项就变0了 这一项变0 那其他呢 都是常数啊 所以这一题呢 最后答案就是 上面是1 下面呢 负1 负根号1 就是负1 再减1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最后答案呢 是负的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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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